我覺得這次展覽 它是可以帶說 對刺青完全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了解 或沒有興趣的人 可以完全了解和喜愛刺青這個東西 所以可以從一些歷史的定位 到可能一些現代的部分 我最愛的是Jacquette的作品 因為個人的話 我很喜歡一些插畫性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版畫的東西 插畫那些有刺青的原住民 我覺得它用的顏色非常的細膩 而且我非常喜歡它線性繪畫 除了那一張作品的話 其實我很愛Pakuan的那一張森林女妖 我對它就是一些線性色階的部分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細膩 我個人是非常愛任何有神話相簾的一些作品 它用的金色實在是非常的強 所以我一直在看它作作品的時候 我一直在看那個金色怎麼畫的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陽具的相簾 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個展覽也有一系列都是在 細膠的人體上面做的作品 這可以讓大家打開眼界 刺青不只有這幾種style 還有這一些可能跟版畫相關 或者是一些比較抽象 或者是art deco的style 有刺青這個展覽 其實對高雄的藝術教育上面是個真的很棒的一個貢獻 而且我覺得可以讓很多台灣藝術愛好者更了解刺青這個刺文化 我非常推薦大家來看孫之音這個展覽 太好了 了解焦了 這很棒的